哈喽宝宝们 我是小如 然后好久没有露北老港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追墨与云间的这段时间 我的一天八 这两天追剧我真的天天熬夜 然后昨天我看完了 新更新的就是公宴的部分 学姐要开启新地图了 又是这么快这么爽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预热一下一个好玩的 这个呢是我 后面准备给大家分享的福利 准备给大家分享一首歌 叫做方菲落尽 梨花白 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刹新的时候我就说 如果有时间我想学一学这首歌 薛方菲呢算是古真版 吴老师呢就来一个古琴版 好先预告一下哈 然后准备化化妆就出发了 怎么样 我已经到这儿了 猜猜我要干啥呢 今天我要见一位重量嘉宾 他是谁呢 他是我的敌人 姚老师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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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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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介绍一下 志斌呢 他是我们墨语云间马上后面要上线的主要人物 介绍一下演的是谁 我在墨语云间中饰演的是成王 你在这儿等我干啥呢 我等你上课 上什么课 排词课 我很难复刻我现场的一个情绪 飞音的氛围跟现场氛围是两个感受 飞音是你跟麦的关系 嗯 比如说咱们俩现在的距离 今天要有某密谋的状态 让那边人都听到了 嗯 经验 我声音量虽然很大 但是我的状态是一种运动状态 我找有感觉 对 你必要找个感觉 让你的声音去塑造达到你身体的情绪 现在我们最基本的一些开窗练习 做起来了 也是当一个个事 首先双脚站立与肩同关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这个通道打开 打开打开 然后呼吸 慢呼 慢吸 呼到什么发 把哈这个音 哈 哈 对 把哈这个音 尽量控制 尽量拉长 哈 哈 大家可以说上下腰 尽量 这腰 记得省最棒 慢慢来 腰拱住 呼气 拱紧 拱紧 没劲的 拱紧 对 对 然后气的时候也尽量控制住 就是我们说气沉担开 就控制住你的横的魔 鼠枪 拉着这个横的魔 尽量让自己的气不要一些刺激 一切一切一切的这些东西 你只要完成这些站姿什么的 就自然而然就打开了 注意你没必要再放在一次 其他的发型都给我一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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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 平平平 刺刺 刺刺 平平刺 这是给感的一个悦悦的感受 说思路觉得这个奇辰状况 对台词的感受很好的 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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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啊这个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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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对我麻了 好久没来过北极的胡同里了 看那天哪 哎呀 刚刚上完课了 然后今天最后一站 我要剪一个头发 一块跟我一块儿出去吧 我去洗头啦 啊 我搬来装啊 要闪回了 眼睛皮要闪回了 杨菲要去叶家了 开始新兴肤了 好了好了 我今天一天就要结束了 今天看完这个可以早点睡觉了 今天怎么样 顺利吗 课也上了 头发剪了 然后马上准备回去了 然后回去吃点东西了 然后可以早点睡觉了 今天学的特别好吗 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台词这个事情嘛 就是每天要练 所以说每天闹着练 像健身一样 锻炼一样 去坚持 总会收获自己的果实 对吧 好了 然后你们记得追墨鱼 你结婚的剧情会更好看 然后记得不要熬练 不要熬练 拜拜 拜拜